大家早安 什么是禁法补偿 我在这边跟大家再一次的说明 原住民族基于国土保安 水源涵养 绿化环境 自然生态保育 因应气候变迁 以及要配合政府保育政策等等的因素 我们的土地利用受到相关的法律的限制 为了要落实受限者给予补偿的宪法精神 订定了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条例 第二个 禁法补偿可以修法调高金额吗 当然可以 任何的法律修订 只要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 总统公告实施 我们的政府就必须要 依法行政 依法编列预算 除非这个政府 是要走向独裁 第三 从三万块调高到六万块 裁员有困难吗 当然没有困难 明年我们来看看 总预算大概三兆两千亿 调高净法补偿 才增加二十六亿 这个是在明年总预算的百分之零点零八 从总预算调整百分之零点零八 就好像蚊子丁牛角一样 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要再跟大家报告 其实一百零四年进法补偿立法的时候 同时也通过了一份附带决议 这个附带决议写的是什么呢 如果需要提高进法补偿金额 应该由开征探税来支应 探税明年就要开征了 只是民进党政府 你们始终不愿意面对这一份附带决议 美国国务卿林肯 他今天不林肯 他今天今年的年初 他讲了一段名言 如果你不在餐桌上 你就会在菜单上 两位院长有要召集和解参会 我很遗憾 提案的委员并没有被邀请出席 我也不知道其他的立法委员 有没有被邀请 或者是农民立委有没有被邀请 但是在这里我要大声的说 原住民跟农民 绝对不会屈服于政治的丛林法则 今天我要再提醒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们 请做一个专业的立委 不要胡说八道 我们现在退回去 还有监督的总预算是明年 也就是114年的预算 今年113年的预算 早就通过了 不要再睁眼说瞎话 原住民不是乞丐 身为原住民的代义士 我必须要捍卫我们的土地正义 还有尊严 大家好 我是高金素美吉娃莎莉 先谢谢韩院长召集各党团参讯 让大家可以坐下来正式的 专业的 有尊严的 对行政院 没有依法编组原民 禁法补偿土地正义的问题 提出来讨论 我要再一次的强调 上个会期 禁法补偿在内政和经济两个委员会讨论的时候 都支持民进党立委吴立华 以及权银 还有国民党卢献一委员 所提出的 每公顷六万元的提案 作为招委的我 我当然也是同意的 因此这个提案 在送朝野协商的时候 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的三掌都签字了 我们也依程序等了一个月 才进行大院表决的 6月4号 柯总召有意见 韩院长也再一次 非常有耐心的召开协商 并请原民会把握时间 跟原民立委沟通 当时原民会并没有和委员们沟通 最后民进党党团 也同意用一公顷六万块的提案来表决 因此表决的时候 多数决通过了 净法补偿从原来的一公顷三万块 增加到一公顷六万块 所以下一个年度 也就是114年 应该要编列的净法补偿预算 按照面积就必须要编至少42亿 但目前原民会只编列了28亿 还不足14亿 这下提案6月4号通过了 6月24号总统也公告了 这表示行政院你们就必须要 依法编列 今天我要说的是原住民不是乞丐 身为原住民的代义士 我必须要捍卫我们的土地正义 还有尊严 更何况台湾如果是民族法治的国家 要政府守法 有什么错 如果我们不坚持 这是不是也表示 人民百姓也可以不守法 这样下去我们要如何告诉下一代 台湾必须守法呢 非常感谢国民党团 以及民众党团 捍卫立法委员的立法权 顶住了民进党的恶意谎言 还有彻翼的攻击 谢谢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